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头驼渊小头红为您播讲 陈东创作的 遮天 后期制作 小白菜 第582集 神王借叶凡欲言又止的样子 有什么难事吗 不知神王 能否救太阴之体 叶凡想到了小婷婷 非常担心她夭折 如今纵然还有麒麟种子 但她并不是成熟的神药 依然无法解去危局 神王一正 双目中射出两道神华 太阴之体 她是何人 在哪里啊 她是神王您的后人 江家人文言揭露出异色 一些老辈人物纷纷开口 补充于详说小婷婷的绅士等 神王点头 我的后代中竟有这样的体质 突然 她身体一震 嘴角溢出一缕血迹 落在不染尘埃的白衣上 显得触目惊心 所有人都惊呼 神王宗祖 全都变了颜色 神王虽已复生 但他们一直心有隐忧 觉得神王的状态很不对 众人生怕它是那天边的晚霞 刹那的绚烂 而后便会归于永恒的黑暗 彻底沉寂了下去 神王擦去嘴角的鲜血 我没事 忽然 她一声冷横 双眸中射出两道璀璨神王 她探出一只大手 抓向虚空 射出七八道人影来 抬手节 让他们皆灰飞烟灭 所有人都冲出大殿 什么人 赶快是我祖神王 没有人了 神王摆了摆手 神王 你 江家众人很紧张 绝待神王再睡一天 便将威慑整片东荒一天 若是陨落 将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神王没有多说什么 走出大殿 望向遥远的天际 我要离开几日 走访一些故地 众人听到她如此说 更加的担心了 古地重游 是要了却最后的心愿吗 许多人都生出不祥的预感 叶凡开口 神王 我有麒麟种子 她不希望神王陨落 想以神药留住她的生命 神王摇头 一步一步远去 身影有些孤单与萧索 许多人想追 但是却发现 她一步一消失 鸣灭不顶 瞬息就出现在了天际 根本无法追上 不少人见到 神王是抱着彩云仙子 一起离开神城的 身影无比的落寞 暗然的没入茫茫云海中 神王走后 第九大寇江义 追问关于小婷婷的一切 她非常的激动 她是我大哥 江哲的后代 而后 一把揪住了江家的几名弟子 直接探索他们的尸骇 获知了其中的一切 她历时震怒 孤寡祖孙 是我大哥仅有的两条血脉 你们竟敢如此对他们 江义怒不可遏 来到江家圣主一戏的近前 指着他们的鼻子大骂 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他们的脸上 听听比你们的子孙金贵一百倍 要是出现意外 你们的子孙出来一个 出来两个我灭一个出来两个我灭一双 她真的动怒了 还有 江海生是我大哥江浙唯一的儿子 我是她的亲叔叔 马上给我请回江家 她即便不是修士 你们也要给我拿灵药养起来 她要是不活到一千岁 我把你们儿子都给宰了 江义口中的江海生自然是指江老伯 她寻找多年了 一直没有他们的下落 江家许多人脸都绿了 让一个凡人活上一千岁 这是想逆天吗 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不久后 我会去看他们 他们要是活得不开心 我会接走 顺便灭了你们不肖子孙 第九大寇说得出做得出 不然也不会直接反出江家 此刻拎着上谷吞天魔馆 把江家一些老辈人物 骂得狗血喷头 江云出面 劝阻住了江义 有我在你尽可放心 江义对他倒没有不敬 扫尸完众人 而后一把将人群中的江义尘 给拎了出来 抡起巴掌 就是四个大耳光 小子 你给我老实点 再敢胸挺挺 对海生不敬 我抽了你的筋 拔了你的骨 江义尘脸色雪白 但连半个字都不敢吐 他甚至这位祖宗的性情 关于第九大寇的传说太多了 敢顶撞一句 小命肯定保不住 即便是他的爷爷 是一位大能 在场的人都明晓后 今后小婷婷肯定是 江家最金贵的小公主之一了 不说神王的态度 就是他这位叔祖宗 就惹不起 叶帆离开这里 当晚有很多人相邀 为他庆贺 得神王相助 如今自然没有人敢打他的主意 无人敢惹 庞伯 只与他暗中传音了一次 并没有出现 因为多一些底牌 多一分安全 两日后 图妃与大黑狗横堵虚空而来 进入圣城 叶帆亲自去迎接 大黑狗天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进城后 到处跟人打招呼 尤其是见到圣帝门徒 热情的不得了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谁用你想念 圣帝的门徒 没有一个好脸色 这只恶狗给许多人留下了阴影 我认识你 我们曾经风花雪月过 一些女弟子气急了 谁跟你有过这些 你们忘了吗 就是这个那个 飘着雪花的夜晚 还吹着寒风 我们在冰原上大战 你这恶狗 这算什么复化雪月 大黑狗进城这一路 不断的热情与人打招呼 好像没有他不认识的人一样 我们也认识啊 难忘那一夜啊 死狗 你与谁有一夜 你论说什么呢 又一波人 被气得浑身哆嗦 很快 大黑狗又看到了新目标 你们几个别跑 我记得你们是我的人宠 许多人围了过来 杀了这只恶狗 你们想做什么 我丢了人宠 想找回来 你们也要阻拦吗 你老实点 土匪都受不了他了 还没进城多久呢 他们简直就要成公敌了 这算是吗 你们要学无始大帝才行 举世皆敌 一路达到圣贤境界 打进大地境界去 大黑狗阵阵有词 你给我安分点 叶凡想踹他 好吧 大黑狗终于老实了一些 不在四处打招呼 却盯住了叶凡身边的李黑水 你可真黑呀 我 这狗太牵走了 我怎么就黑了 李黑水想揍他一顿 这两日来 神城中的修士议论纷纷 荒谷圣体将要进四级秘境 引得无数人关注 所有人都在等待 静等那一刻的到来 这件事影响极大 因为 这关乎荒谷圣体一族的诅咒 若是成功 今后将会有天大的波澜 或许还意味着 这个天地又开始变化了 在如今的这片天地中 年轻一代早有神体出 先天倒胎也已出世 天妖体亦有传闻 难道各种古老的亡体 都将出世了吗 若是如此 一个群星璀璨 诸王摒弃的时代 又将来临了 如果荒废十几万年的圣体 可修制大成境界 将来会有怎样的局面呢 所有人一想到这种情况 都忍不住新潮澎湃 在无垠的灿烂星空下 诸王同出 绝带争雄的大事 到来了吗 毫无疑问 一旦成真 这将是一段天才奋起 其才同时对抗的鼎盛岁月 会谱写出一曲 波澜壮阔的传奇 谁将打败诸王 一路打进大地境界 没有人可以下结论 诸王摒弃的大时代 一切都有可能 诸王摒弃 万教争名 盛世或许真的要来临了 这也意味着将要大战连天 风云大动荡 有个人的年轻人 作词